對對對沒錯 再來 這一個裡面啊 這個是有一個 這個東西叫做Elevator Stop 就是抵制Rother不要打到底 的一個抵制的狀態 打到底它會Structural Damage 如果風雨亮碎的話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個Static Board 在這邊 然後這邊都一樣 換十個 然後這邊一樣 三個燈 再來這邊也有Soul Street 然後 再來 在這邊 這個 這個 再來 你覺得這一個是什麼 這一個 那個抽油的嗎 油的那個水那個 對 那再過去咧 再過去還有一圓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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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東西是 Magnometer 裝的地方 Magnometer 中側 Heading的 Magnometer 為什麼要裝在那邊 你們知道嗎 因為 它就是要 批排電力西方餐 所以它要裝在 飛機 這一個地方 這樣它的互差才會有 所以另外一邊也有嗎 Magnometer 這一個 另外一邊去什麼 批斗館 喔 對對對 然後 2 3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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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是挖一個弧度上來 就是要接待這邊 所以Engine Air Intake 進去之後 往下延伸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面有一個Alternator 你看到 我現在把它打開就可以擺了 現在打開了 再重 可以啊 進去就是翻起來 就是打開 再來 所以 我從進氣開來想 所以進氣之後 過Alternator 進來之後是不是進到這邊 Compressor Compressor之後 從這根管子往下 然後接到這邊 往下延伸往上桶 到這邊是什麼 Inner Cooler Inner Cooler之後呢 這個通常這邊還有接一條這邊 所以接到這邊之後 這個請問下去 你有沒有看到四個柱子 是不是剛好就是四個直列式的氣缸 嗯 對吧 In-line 我們是In-line Construction 對吧 好 再來 進去之後 進去之後 進去之後就是做進壓爆牌 再來 然後它把Starter爬掉了 它Starter會接在這邊 然後去轉動這個Gearbox Starter會接在這邊 兩顆黑黑的嘛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 這一個 Glowplot 加熱裝置 加熱Cylinder的裝置嘛 所以你看它電線會一直延伸 延伸到氣缸裡面 然後統一加熱我們的 Common Rail 那這一支 那這一支 就是 Common Rail 有沒有看到這一支 這一支 就是 Common Rail 好 好 這一個是什麼 哪一個 哪一個 這個 水蹭 Coolant 這個就是 Expansion Tank Coolant Expansion Tank 那這個是不是 Pressure Relief Mark 再來 這一個 它 它課本上沒有 這一個就是所謂的 Oil Filter Oil Filter Oil Filter 對吧 油的 Engine Oil的過濾器 那下面呢 你是不是有看到這個 這個東西 這一個就是 Oil Pump 對吧 這一個就是Oil Pump 好 Oil Pump 再來 這一個 就是 Engine Oil Tank 可以轉開 然後裡面應該還有 然後既然 它沒有 還有 Maximum跟Minimum 7L 5L 嗯 那這個什麼 這一個就是 Gearbox Oil 的Window 對吧 看有沒有超過一半 對沒錯 就這麼看 現在都透明了 就是沒有 那如果有的話 它就會黃黃的 OK嗎 好再來 是這個黃色嗎 蛤 是這個黃色嗎 還是這不是 對就這個啊 這個黃黃的啊 OK 再來 裡面呢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皮帶 有沒有看到這個皮帶 有沒有看到這個皮帶 嗯 這一個是什麼 那是什麼 Alternator 那你看 Alternator 裡面是不是有連接到很多的軸層 然後 甚至連接到我們的這個Oil Pump 所以我們的Oil Pump 是 Engine Driven Pump OK 再來 你們從 這邊看 你們從這邊看 你們從這邊看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東西 嗯 哪個 哪個 這個 嗯哼 這一個就是 Water Pump 嗯 可以嗎 所以Water Pump 它旁邊是不是有接皮帶 這個 Water Pump 所以它上後面是不是有皮帶 所以這個皮帶 Driven 所以它也是 Engine Driven Pump 對吧 OK Engine Driven 然後再來 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的 Fuel Line 所以你們有沒有看到 它顏色都區分的很好 那進來之後 這個是什麼 High Pressure Pump 就是這顆 就是這顆 有嗎 就這樣 酷欸 然後這個就是 我們的 那個 Pupeller Cremation 那這整顆就是 所謂的Gear Box 那裡面就是所謂的齒文 再來 這一個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那個 那個 Cabin Heat Cabin Heat Exchanger 所以你們有沒有看到這個 水箱的線 就接過來 去跟它做的交換 OK嗎 那這個是不是 洞在這邊 往下送 然後到這邊去 喔 對吧 OK 那這個就是 Colent Heat Exchanger 所以這邊是不是一個 Bipass循環 然後這邊又有一個 大循環 哪一個 哪一個 Buffel嗎 沒有 Buffel沒有 Buffel是要天氣太冷的時候才會有 OK 那 基本上也沒了 然後這個呢 這個就是 Fuel Filter OK 然後Fuel Line呢 就是從這裡面 這裡面出來 可以嗎 從這裡面出來 好 好 那我講完了 是不是成就這樣了一樣 簡單嗎 這個是什麼 哪一個 這個嗎 這個 這個 Fuel Filter 這個 那Fuel Pump 在哪裡 Fuel Pump在裡面 那個就看不到 這個 Electrical Fuel Pump 在裡面 就看不到 Engine Driven Engine Driven Pump 這個就是Engine Driven High Pressure Pump 對吧 就剛那個 High Pressure Pump 就是Engine Driven 哇 看不到 OK ECU就坐在這個下面 對 ECU AP 都在下面 對 然後再來這個啊 這個就是我說的 可以調整你們的 座椅 Rudder的位置 然後左邊都有各一份 checklist OK 然後這個就是可以調 這樣 然後你可以看這邊有reservoir 這邊有reservoir 這邊就沒有reservoir reservoir reservoir 就是用來儲存油壓的地方 所以那邊是不是有兩顆圓柱的東西 有 有 那邊有reservoir 這邊就沒有reservoir